你有水吗 水水 水 雨娃怎么了 我爸爸想喝水 想喝水 来小朋友拿着 叔叔 怎么了 多一点给我呗 多一点 没事你拿着吗 说的还有呢啊 没事的 好乖呀 大哥 大 你现在才吃饭呀 才吃饭 卖十牛嘛 卖十牛 然后这个是你女儿 这是我女儿 小朋友 你快 你今天多大呀 五岁 五岁 他就咋名字呀 他叫叶红 叶红啊 你怎么这么懂事啊 还在给爸爸送个饭 因为爸爸辛苦 帮我们趁着 你爸爸辛苦给你们挣钱 我哈 哎大哥你们这果子怎么卖的呀 卖三块多一斤啊 三块多一斤啊 你们怎么不去县城卖呀 县城太远了 我这个 酒感也也不方便嘛 太远了就去不了嘛 你腿不方便啊 我腿不方便嘛 那从从小就太就带你嘛 不方便 是老板吗 你这么多是老板 看着你像老板嘛 我问一下 那你给海洋什么果子啊 果子啊 你们家都不多吗 我们家树上还有很多果子啊 很多啊 那你可以带我去看一下 好不好 那可以啊 我就 最后选择我要卖我的车去啊 我车里在这 你先这样嘛 你放我车上 你先带我去看一下你们的果子 好不好 那可以 你有个腿是先年性的吗 我腿是先年性的 那从小就这样嘛 没有去看过 那小的时候去看过 但是没有钱嘛 没有钱 没有看了 没有钱啊 老板你尝尝 这个食物嘛 这个啊 没有打农药 就是吃那个农家肥 农家肥呀 就是农家肥出来打食物 这个是好吃 里面很好吃 这种绿色健康都怎么办 你要搞都可以 那你那你 里面那个 最成熟的 这些都已经 你拿到 拿到 我不知道怎么送 这一片都是你们家水流吗 这一片下去 上上边都是我们家的 都是你们家的 那没有人来收吗 有啊 有啊 就是今年那个天干嘛 那个利过很多 那个老板就少一点 老板就少了 利过多啊 利过多 我们家就是靠这个食物 卖了生活嘛 如果卖不出去 生活就更加困难了 那你可以打工去啊 打工去不了 打工我们 两个小孩在上学嘛 要要早晚要急送嘛 要急送他上学 那你老婆呢 我老婆眼睛看不见嘛 她是个盲人 哦 对 但是我 但是靠我 那个急送嘛 我可以进去看一下吗 坐一下吗 可以可以 你可以 叶红啊 好不好吃啊 这我们家 那里面比较多啊 你进去坐一下吧 没事没事没事 我自己来就好了 没事 嗯 这边坐也好 我眼睛看不到 不好意思 没事没事 嫂子我自己来就好了 没事 嗯 这边坐也好 谢谢 哎嫂子 你眼睛是怎么回 怎么回事啊 行行行啊 行行行的 嗯 你去医院看吗 看过 看过 哦 呀 谢谢 谢谢燕红 呀 你真懂事 哎 嫂子 嗯 嗯 那你去看 没看好吗 没有 看不好啊 嗯 老板你看我们家 是就怎么样 可以 把我们家熟了 我看不到 然后我老婆 我又 他推不放脸包 我们家 什么是这样子的 就是啊 时间我看了 品质也还可以 就是我的话 啊 尽量哈 尽量在 啊 给你们弄 如果能弄 我就帮你们弄好不好 哈 谢谢啊 没事没事啊 大哥 就这样子的 我也比较忙 我就先回去了 然后这里有那个 啊 四百多块钱你拿着 你拿四百多块钱干什么 不是你那个十年在我车上吗 我 那车上只值一百多块钱 哎呀 你这个没事你拿着啊 不 就 啊 嫂子就当我就给那个 燕红买了个早餐吧 好吧拿着来 不用不用 不用 哎呀 真有啥 不要 燕红 拿着这个钱 不要 没事你拿着 不要吃是不是 没事 啊 你让他买早餐吃 好不好 快吃大哥 就是 你拿我经常帮你们去弄 啊 那谢谢老板了 啊 没事 嫂子 那我就先下去了 给大家吃法了 饭就不用吃 因为我也比较忙 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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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买个商货吗 啊 不好意思啊 小妹 我不需要哎 帮帮忙忙买一点吗 哪怕少买一点也可以 啊 你遇到什么困难吗 我今天早上上山卖山货 然后钱包也丢了 早上也没有吃 孩子也一直送 哦这样你那那这些山货都是什么东西啊 这些都是林姬啊 早上还有天麻 哦这些都是你自己的山上种的是吧 不是都是我上山踩的 上踩的呀 哦那这些全部买下来要多少钱啊 啊这个 之前是要四百人给两百块钱吗 哦两百块钱就可以了 对 哦那好吧那我那你全部给我拿起来吧 我我那我这些全部都要了吧 那好呢 谢谢 好吧 好谢谢啊谢谢 谢谢 哎小妹 那个我身上就只有这么多钱了 我看这小孩子也在哭 啊要不你全部都拿着吧 太多了不用不用 没事拿着吧拿着吧 不用不用 呃你听我说小妹 我经常也在外面帮助人嘛 你拿着给小孩子买点奶粉嘛 啊然后再去吃个饭好不好 那那麻烦了那你拿着拿着吧拿着吧 那那谢谢 哦那这个框子记得拿着啊 哦好 哎小妹那接下来你准备去哪里啊 我准备去吃饭然后回家了 回家了呀 对 那你住在哪里的 我住在这山上 山上啊 嗯 啊我看这天都快黑了嘛 你准备怎么回去啊 我走路回去 走路回去啊 嗯那要多久啊 大概两三个小时 哇你看抱个小孩太不容易了 要不你看我开车嘛 要不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不用我可以自己回去的 啊没事的 我等一会也要去山上办事嘛 你就坐我的车 好不好 那这这多不好意思啊 没事没事 那那那那走吧 那那那不要不我们先去吃个饭吧 嗯那可以 嗯那那走吧走吧 那好那谢谢大哥 好没事 哎小妹嗯你不是去吃饭吗 我要着急回家我吃一个饼就好了 哦这样啊 嗯 但能吃的饱吗 嗯 嗯 那行吧那就上车吧 我走路回去嘛 没事我我反正也往上面走嘛 我们上车坐我的车吧 你看我车都停在这里了 那好那感谢了 啊没事没事 哎小妹哎哎这已经到你家了是吧 对这就是我的家 哦这里就是你的家 对对这里就是我的家 哦 那我就先不我就先回去了 你晚一会再走吗 你都那么远送我回来 哎呀算了吧 我都还有事让我就先走了 那回去喝口水吧 喝口水啊 嗯 那多不好意思啊 没事走吧走吧 啊那好吧 那就麻烦你了 好那走吧 好 哇您你们这边的风景可真漂亮啊 还好吧我们都看习惯了 哦好吧 家里面还有什么人了 还有 今天就我哥哥在家 哦哥哥在家 对 好的 哥去家里做一下吧 好 不关啊 嗯 这个是黑的太老 这个 对啊 搞个 开会下个的 就是这个倒过买的 要不买的 你没有 买不成就 要个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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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那是他分不多 哎自己我相信你那分多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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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的怎么的 啊去这个出了不定的 怎么的 哎妹妹 没事吧 我没事 刚刚了他是谁啊 怎么对你这么凶啊 刚刚那个是我哥哥 哦他把你钱给你全部拿走了吗 对他全部拿走了 哦 那这这这山坡是他踩鞋 踩过来的吗 不是 不是我自己就跟他去踩 那他凭什么把你钱给你拿走啊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翻译不上20几岁了没写 就知道找我要钱回去 哦这样子啊 对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没有 接下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现在 哦那你没事啊 反正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嘛 嗯那我今天就不打扰你了我要走了 吃饭吧饭都快煮好了啊不用了不用了 吃了饭再走吧 哦我看你一个人在的小孩也不容易饭我就不吃了 改天我再过来找你玩好不好 没事吃了再走吧 哦真的不吃了 我还是先走了我也还有事 嗯那那好吧 那你再这样好好保重 那你慢一点 好拜拜